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重点措施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把年度考核作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 深入了解干部的政治表现、能力水平、工作实际、作风状态、群众口碑等 二是坚持在重大任务、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在实战考验中辨别高下、区分优劣 三是加强综合分析研判 用好干部考核考察、巡视寻查、审计、统计、个人有关事项报告、民主评议、信访等方面成果 动态掌握干部现实表现